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集帶大家看了在墨爾本如何買地建屋 今集帶大家登堂入室 參觀一間已經完成裝修的獨立屋 這間屋佔地4,000呎 單是室內面積也有2,000多呎 還包括可以拍兩架車的車房 室內裝修就以簡潔為主 客廳有落地大窗 天然採光度十足 放一張L型的大沙發之後 仍然覺得空間寬落 後面放一張大餐桌 請一大班朋友回來開派對都不成問題 這間屋採用開放式廚房 有張巴桌 是喜歡入廚的人夢寐以求的設計 發展商還送爐具和抽油煙機 香港現在買樓有個廳已經叫做不錯 但這間屋不單有個大廳 還有一個偏廳 在正拉大門口旁邊 遇上有朋友過來按門中找誰吹 請他進來坐一坐 真是夠方便 再讓大家看主人房 我最喜歡的是房內有衣帽間 這間屋總共有4間房 業主如果有幾個小朋友都不怕不夠空間 打開大廳的玻璃門 就可以走出佔地八百多尺的後院 後院這塊草地仔 其實可以讓你發揮創意 變成無限可能 有些居民會改造成一個球場仔 也可以變成泳池或者燒烤區 如果不喜歡的話 拿來種下菜、種下生果 自己吃都可以 這間屋的建築連裝修費用 大約一百八十幾萬港元 圍起每呎大約九百多元 連地價售價大約三百六十萬 發展商再三強調 剛才我們見到這間屋裡裡外外 都是交樓標準 業主不用再扔錢裝修 這間屋也有十年的結構補用 很大努力進行到 提供了的方法 我們使用約250 工人員在農家 約3500,000工人 還有8000工人 工人在家 我們有改造工廠 建築設設計畫 建築設計劍 建築設計劍 建築設計畫 建築設計劍 建築設計劍 設計劍 所以我們不需要 費錢 如果客戶選擇改善或想改善家庭 我們可以在一個個案的情況下 有些價值都會適合 但我們建築很多家庭 都會有很多功能 但附近的遺留社區又方不方便呢? 這裡的居民一般都是駕車代步 幾分鐘車程就來到火車站 在免費停車場拍下車 就可以坐這條2015年才開通 耗資36億澳元價為多利亞城製鐵路 開市中心大約半小時 來回車程都不用30港元 當地居民都大讚這條新鐵路 而Vindamale也有救物中心 服務區內的居民 超市、餐廳 你說得出的生活所需都找到 附近也有Susan Curry High School 這間遺省首位一指甲公立學校 排名十分之高 在去年2017年VCE公開市 全省排第四的公立學校 有什麼好處就是 因為公立學校的學費便宜很多 如果學生努力點勤力點 就可以去一個很便宜的學費 考一個很頂尖的學校 另外墨爾本政府計劃 在區內興建一座佔地 400公頃的澳洲教育城 想將這裡變成澳洲直谷 吸引4萬人來這裡發展 標哥說墨爾本大學和維多利亞大學 都已經將部分的學院搬到這裡 預計其他大學也會陸續進轉 地價比幾年前升了不少 但在名校和鐵路效應之下 相信還有很大的升值潛力 好幾天 嘿嘿咪 centr쓰十速紀念 好幾天 到達了 我們可以terror кар啊